今天来做健康不油腻土豆脆脆饼哦 这个土豆脆脆饼真的很好吃哦 一吃就停不了口 材料只需要土豆、胡萝卜和午餐肉 红萝卜去皮切粒 切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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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饼 午餐肉切丁 土豆去皮,切薄片,这样比较容易蒸熟鸭成泥 蒸熟土豆片也可以煮软 蒸熟的土豆压成泥 土豆泥倒入大碗内 倒入红萝卜丁和午餐肉丁拌匀 1汤匙玉米粉 烘焙纸淋食用油 现在来开始制作工序了 土豆泥搓成掌型,再细心压成长方形块状 用筷子压出三条线 可以啦,非常简单,对吧? 可以啦,非常简单,对吧? 这个过程很好玩呢,哈哈 三两下就做好了,土豆大军准备进入烤箱了 好好欣赏一下 这个脆脆土豆饼不需要调味 因为午餐肉已经有咸味 如果做给小孩吃,可以不放午餐肉哦 土豆富含维生素C,铁和黄素,甲和碳水化合物 土豆可能会抑制食欲,从而帮助人们减肥 土豆含有抗氧化剂,以及维生素和矿物质 包括维生素C,B6和钾,有助于心脏和消化系统健康 开始烤啦,选择薯条模式烤个20分钟 这是烤了11分钟的样子 满屋飘香肚子都饿了 先取出来要替书饼翻身哦 这一面烤得很酥脆哦 试吃了一个味道很好吃 如果赶时间这样吃,其实也可以哦 多拍一些不同镜头给大家看看 翻面好了,准备再送入烤箱吧 我是200度烤了大约5分钟左右 鸡黄的脆脆土豆饼真的好香呢 一口咬下去脆脆的里面有软糯薯泥和午餐肉 真的很好吃哦 这个脆脆薯饼很值得大家试试在家自己做给家人吃 健康美味还很容易做哦 也很适合和小孩一起进行亲子活动一起玩哦 对了,如果您在寻找健康低脂食谱 欢迎到我的频道看看吧 哪里目前有388个健康食谱哦 我的频道有3000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晚上8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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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